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不会 为什么 他哪里不够好 他考试都考第一名 太详实了吧他 谢谢 赛数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对 所以你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段感情而伤心难过 为朋友的算不算 为朋友的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你自己有没有因为 没有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而伤心过 也没有为任何一个男人而流过眼泪 爸爸不算 没有 爱情方面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所以我在想一下是不是可能还没有经历过爱情 他也不知道真正的爱情酸甜苦辣的滋味 因为没有任何男人在他眼里值得去爱 值得去喜欢 其实就像刚才关注朋友说一样 说男人能力就不重要 但是要朋友与人才是关键 那事实上 没有就是 他们如果 比我弱的人 不会觉得我需要背腾 不会啊 不会啊 你看 再或者 或者再或者 干了第三位观众 觉得太强了 他自己 不会有 想要追的 那你22岁了 就这么多年当中 有没有男生追过你 非常少 几乎确实合属于我那年 我相信 那你成长的环境里面 譬如我 我以前上线 我们班东有班花嘛之类的 很多男生追的那种 你有没有想过 班花还真有过 差别是什么 我是班花 你是班花 但是没有人追 但没有人追 对 这么奇妙的事情都被你遇上了 因为在我的朋友当中 好像都是班花 很多人去追的嘛 对啊 就是不敢 你没想过 为什么 大家不敢 其实刚才第三位观众 已经回答了 太强势 对 就是这样 夏树 如果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也没有人 可以接近你 因为 每一个人去接近你的时候 他去靠近你的时候 他都发现 你跟我们是那么不一样 没有办法了解你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回去要想一想的是 你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优秀啊 别人不够我优秀啊 老师我想赠你一下 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但是这个价值观 却不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观 那你是选择正确的 还是选择普遍的 我会选择对当下的事件最适合的 夏树你要知道 你怎么 你不去尝试 不去了解别的价值观 你怎么知道你全对 那老师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回去想一想 你跟身边的人 到底你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差异 你的语言很好 然后你的反应也很快 但是好像我觉得你跟别人之间的对话 不够那么的温和 感觉好像都是书本上的一些语句 然后你把它一条一条的搬在现实生活中用 你知不觉的 书本上的东西就 因为理论本身是为了给是现实而存在的 那如果与其用现实这么运回的方式来说明一个问题的话 直接用理论不是也可以吗 我觉得你看古时候就有一句话会说 我们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我觉得你在读万卷书这个部分可能做得很好 但是在行万里路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看身边这个路上的各种风景 爱情可以因为欣赏而进行一个开始 但欣赏不是爱情 那在这里的话 我能充分的理解大家的不赞同 就包括观众朋友也好 老师也好 主持人也好 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 今天谢谢大家 好